你可能想不到 超之后压上的可有可乐和百事可乐 就像汽车人和霸天虎彼此缠斗了近百年 我手中的这两个小旅观 他们斗来斗去净是因为情绪价值 前浪可有可乐横扫全球的时候 后浪百事可乐打出更年轻的可乐战略 直接让深度共情年轻人瞬间出动 于是我们在可乐这样一个高度同色化的品类里 看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商业真理 谁更有情绪价值 谁就能战胜对手 把事件从可乐过渡到汽车 当同色化卢物云紧紧笼罩在国民SUV市场的时候 当后浪MGS5对上前浪原PLUS EV的时候 我想国民纯电SUV的下半场是得卷情绪价值了 在燃油车时代国民级SUV都是不怎么好开的 到了新能源时代绝大多数的国民级纯电SUV也不够好开 一台车最直接的情绪价值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国民级SUV想要好开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前后织合比要合理 动力系统得够强 底盘调教得跟上 这三点也注定了国民级SUV只能用来通气代步 宝马为什么好开 因为前后织合比50比50至亲更科学 最大多数国民级SUV为什么不好开 这是因为先天的前织平台设定没办法做好前后的轴和比 就像跑步 如果踩着高敲那肯定跑不稳 如果脑门上跟非洲人一样顶个框那肯定也跑不稳 在上汽高端先云架构的负能下 自带后驱经营的MGS5也可以做到宝马一样的50比50前后轴和比 这是好开的先天条件 前后驱的最大区别在于加速时的动态表现 采用前驱的原PLUS EV在弹射起步时有一些躁动 车辆重心后移前轮的最大抓地力下降 匹配电机异彩就来的大扭矩 这导致前轮很容易突破抓地力上线 打滑并且伴随轻微的扭矩转向 而采用后驱的MGS5在急加速情况下是受益的 车身重心后移后轴载和增加 后轮的最大抓地力升高 这意味着可以将输出的动力全部用于加速 在这个环境中 MGS5呈现出更加稳定可控的车身状态 以及更高的加速效率 如果说直线加速环节前后驱的差距初见端倪 那么锅弯时二者的差距可谓是天差地别 原PLUS因为锅弯动态偏向于转向不足 当你想用一些激情快乐 你会发现车辆需要在你的升蓝硬转下 才能顺利地转过去 MGS5锅弯动态非常的可控 翻一盘直纳 车身就很天话地跟随了过去 因为它不仅有后驱和50比50的折合比 身上还有三重科技加持 让它的驾驶感受紧上天花 首先是它使用了LBS的躺式电信 电池把厚度大幅降低 这可以让它的置信高度更低 过弯时下盆梗 其次是它使用的DP EPS双小齿轮转向机 这种转向机在众多豪华品牌车身上使用 它能带来更好的转向手感 以及更精准的指向型 最后是它的XDS弯道动态控制系统 当车辆入弯后 它会对内侧车轮轻微制动 以此提升车辆的旋转趋势 让它入弯更积极 在这一环节中 MGS5的光源姿态更加流畅可控 一来是先天的后驱以及重心优势 二来是用科技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结果 相较之下 原PLUS EV展现出一些纠结挣扎 毕竟前轮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 有点累 在这场使用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驾程的舒适度 原PLUS EV采用前MF逊 后四连感的悬挂形式 进行了舒适径样的调教 对于飞波处理得不错 但是面对颠簸路这种工况 车人会有多余的晃动 这些晃动或多或少会引发车内成员的不适 MGS5采用前MF逊 后五连感的悬挂形式调教是偏中性的 在舒适和操控之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 它对于颠簸的路面处理很好 车内成员会有更好的舒适性 飞波抛跳落地后 车针会很快拉住并且恢复平稳 坐在这辆车内会感觉更加的安心可靠 要理解五连感与四连感的区别 就好像五根手指和四根手指的区别 更多的干系 意味着有更多的参数可以调节 有更大的调教空间 因此五连感相对于四连感 会有更好的舒适性和操控性 这是两台性格完全不同的车子 在驾驶上带给你完全不同的情绪价值 对MGS5来说 在驾驶上它给到我的情绪价值 就是这辆车在努力地降低人与车之间的沟通延迟 二元Plus EV 就是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泡功夫茶 你渴得一杯一杯喝快茶 而它则慢吞吞的一杯一杯给你序 如果一个人长于移动智能时代 每天感受网络高速互联 智能服务 坐进汽车内却倒退回了工业时代 那么驾乘体验将是完全割裂的 就像你很难想象 一个人生活在赛包庞克班的都市中 每天却依靠马车出行 即便这是匹千里马 与割裂感相对的 就是新智能汽车时代的得体感 只要是一台车既要符合当下的智能时代 要与用户的需求时刻同频共振 在这个维度的对比中 MGS5充分考虑到年轻人的需求 带来了更多的得体感 智能时代 人机交互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装控大屏正是那个主导交互的重要窗口 在这个维度上 MGS5显然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原Plus EV配备5英寸液晶仪表 加12.8英寸旋转屏 这个液晶仪表已经用了三年了 放在现在来看 尺寸偏小 内部显示的信息也不够清晰 作为对比 MGS5搭载10.25英寸液晶仪表 以及15.6英寸装控大屏 获取信息显然更加直观 大屏的尺寸和笔记本相当 所以看起来顺眼 用起来也比较舒服 就像这种手机一样 车机也是要用起来 才能知道哪个更顺手 怎样的车机系统 带来更多的得体感 无非是快 准 美 三个字 提到快 双手速度要快 车机系统的反应速度也要快 MGS5搭载斑马智能车机 追求的是零上手难度 长运的APP整齐的排列在屏幕上 随用随点 任何功能都能在两级之内的菜单完成 原Plus EV的部分功能 也可以在两级菜单内找到 但有些功能像是在玩赌猫猫 不花费一番心思还真找不到 就车机的反应来说 MGS5操作起来更流畅 响应速度更快 再加上智能分屏功能的使用 使用场景就变得丰富起来了 再好用的触控大屏 也不能取代实体按键 在使用物理按键的时候 也要快速的实现功能 在这一点上 两天车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 都在追求零人机困扰 高频功能点都采用了 直接的物理按键形式 比如说后阵调节 双除物功能等等 在实际驾驶过程中 使用起来很便利 至于准 考验的就是智能语音系统 响应够不够准 如果女朋友坐在副驾 你想动动嘴 为她调一下空调 播放一下音乐 但是智能语音却半天没有反应 那你可能就免不了遭到一个白眼 面子上也挂不太住 那两台车的智能语音 谁更精准 我用五条指令测试了一下 你好小迪 我在 打开天窗空调调到26度 播放音乐 在对指令的响应速度和准度上 MGS5有着明显的优势 原Plus EV就要稍慢一些 影响美的音速有很多 首先是外带的表现 在智能手机都在追求 极窄边框设计的情况下 中控屏的黑边大小 就会影响到观感 原Plus EV屏幕上的黑边 是比较影响观感 这可是减分项 MGS5就没有黑边的担忧 操作起来也会更有 智能手机的感觉 其次是内在的审美 原Plus EV车机的UI设计 有一些过时了 MGS5的UI界面就足够时尚 能激起用户玩乐的心态 就车机智能化而言 原Plus EV尽管能完成很多工作 但是它用起来没那么顺手 而MGS5不仅在响应速度 和流程性上都更给力 在造型上也是音认证 给人一种恰如其分的感觉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得体感 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赛道 当中的品牌还在国内厮杀时 MG却另辟蹊径 吹响了汽车出海的号角 从传统的提然叫卖 变成了搭台唱戏 从单纯的卖车 进化成了文化价值产品的输出 新随代的出海 不再极紧依赖的诸如 劳动力成本更低传统的中文优势 而是重塑国内的供应的体系 依靠对海外市场的深刻理解 更针对性全球化的运营 输出品牌 甚至文化 这关于一盒可有可能 你用Zip大火机就想起美国 一穿BOTE西装 一开奔驰就想起德国 很多老外一看到MG 也会竖起大拇歌说 Made in China 而打动老外的 或许就是MG品牌 一直在营造那一种松弛感 提到松弛感 座椅是其中最容易感知到的 MG S5采用了分体式座椅设计 可调图认设计很贴合人体 整个座椅下线的角度 和侧翼突出的角度 都很到位 包裹性非常棒 而原PLUS EV这边 座椅采用的是一体式的设计 虽然看起来更加的运动 但这样的设计 对于乘坐舒适性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座上去就会发现 靠背和头的位置 并不能完美的贴合人体 对于舒适度的影响 还是比较明显 更好的人体贴合度 意味着这张座椅 可以更好地 承托住人体的重力 从而实现更好地 乘坐舒适度 这一点 ES5优势明显 当然保持一个舒适的乘坐性 座椅设计是一方面 合理的坐姿更为重要 MGS5的前排座椅 有240毫米的 Z向前后形成 好60毫米的 外向上下形成 无论是身材比较娇小的女性 又或者身材比较魁梧的男性 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坐姿 轻松地开车 我想这就是 ES5松弛感的来源吧 来到后排可以看到 MGS5的座椅靠背更加清晰 坐垫上下的角度也更高 这就让这辆车的坐姿 更偏向于躺了 乘坐起来更加的放松 而原PLUS EV的 后排靠背角度比较直 坐垫比较平 整个坐姿比较端正 短途坐一下没有问题 长途来说 这样的坐姿会显得比较紧绷 不够舒适 一个成功的鞋车设计 不仅能够满足 人们基本的使用需求 更能够在空间上 触动人心 引发共鸣 例如古老的庙宇 用其庄严 宿目的空间氛围 让人形成敬畏 而现在的购物中心 用开放明亮的空间布局 激发人们的购物欲望 一台汽车的空间设计 也决定了 这个第三空间的松弛感 MGS5不仅彻底尺寸更大 在展现实际空间的得放率上 更是达到了33.6% 这背后是上期设计师 一点点设计出来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标准电池包的厚度 大概是140毫米 而MGS5采用了 上期独创的LBS躺式电芯 和先进的C2P电池包技术 躺式结构 让它的电池包厚度 达到了全球最薄的110毫米 要查了一下 强劫S9和问界M9 官方介绍的电池包厚度 是117毫米 为什么要把电池包厚度 担拎出来一样 因为超过10公分电池包的存在 给汽车的空间设计 提出来新的挑战 毕竟压缩了车辆的纵向空间 原PLUS EV车高 1615毫米 MGS5则是1621毫米 联系到两天车 电池包厚度的层次 二排纵向空间的感受上 MGS5则是要比原PLUS EV好不少 同时 设计师还赋予了MGS5 更多的空间可能 将后排放入后 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就很可观了 无论是持下流行的床车玩法 还是装载一些大件物品的时候 都很方便 而原PLUS EV在这方面表现 就要差一些了 后排放到后 它的角度更大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原PLUS EV并没有那么细致 汽车是集团空间 既是一个承载家人和幸福的港湾 更是一个自我独处的角落 共情是产品定义的第一步 比共情更进一步的是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能提供情绪价值 正在变成国民GSU为产品定义的 一种稀缺能力 本质上 批性价是一种利益导向 一种短暂且强烈的利益刺激 而批情绪价值 更多的是情感导向 就像一场马拉松 能够在用户心里走得更长更远 希望每一个中国品牌 都能跳出卷天卷地的内卷客旧 希望每一个中国品牌 都能构建出汹涌澎湃的千余价值 加油中国配合 加油奋斗者 走吧师傅 尾号26500 你谁啊 你不是我叫的网线车吗 哇